朋友们好 2023年的2月21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然后继续分享 1967年的3月20号 林彪在军委上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前几节分享林彪讲的前两个问题 今天开始我们分享他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特别是现在 红军绝不是单纯的打仗 他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 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等组织 等下重大的任务 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 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 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 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教导 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 一贯的 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 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 就是打仗 其他的不管 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 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的执行军事战斗任务 应该义不容辞的 则无旁贷的来支持地方 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 这是林彪的 林彪的这个讲话风格 林彪早就知道 人家六七年讲话的时候 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 地方越搞得好 你军队就越好打仗 是不是 军队越搞得不好 你军队 地方越搞得不好 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了 兵员靠地方 吃的靠地方 穿的靠地方 打仗的时候 封锁消息 切断敌人的电话 都靠地方吗 是不是 侦探敌人的消息 伤兵抬到后方去 你都靠地方吗 这就是黄城 黄霞子曾经讲过 根据地 得有根据地 你得有放屁股的地方 刚刚到东北 是1945年 刚刚到东北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被动 就是彭真他们搞团队三结役 想不起来 建立根据地 建立巩固的 和发展 巩固的根据地 就想待在大城市里 灯红酒绿多好 是不是 就不想到农村去 就不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于是呢 你这仗怎么打 消息消息得不到 他把打仗 这个要吃没吃 要穿没穿 然后呢 打完仗了 牺牲的没人埋 伤兵没人管 那你怎么打呀 最后不就是 这个一路败退 最后直到 这个过了松花江 到了海滨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 一边撤退一边倒过 说林总他好几年没打仗了 叔叔不会打仗了 归根结底 就没有根据地 就是你们军队不和地方 建立起这样的雨水关系 他说 所以不把地方搞好 军队就好不了 在座的同志们 有不少是经过长征 走过草地的吧 那个时候 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 长征为什么那么苦 爬雪山过草地什么的 让人找群众去 在于你是行军路过 你很多经过的地方 你怎么动员 怎么发动人 人不敢跟你走啊 不敢跟你干 跟你干了 然后你明天就走了 然后人家地主就回来了 还原团回来了 那我说找死了 那个时候他说 这个林彪就说 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 我们的人 老实讲 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 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 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 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 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 你看林彪说的多坦诚 多实在 老实讲 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 就是红军 主要是被这个一些地方 地主的这个武装给打死 过草地那一段 国民党他也 他也不跟你爬去上过草地 主要是饿死的 没粮了 那接着他又回 他说在江西的时候 一个连一百多人 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人 十来个人 那长城出发的时候不就是 八万多出发 到了陕北的 那个中央红军 这个到陕北的 就随着毛主席他们率先到陕北的 就是一军团和三军团 七千多人 就是十分之九都扔在了路上 那一个连一百多人出发的时候 到了陕北的 有的变成十来个人 所以我们 林彪就说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 毛主席有个老办法 要打仗 先要创造战场 什么叫创造战场 就是把我们军队分散 以连为单位 以牌为单位 到处去打土豪 分田地 帮群众建立党 建立政权 做群众工作 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 变成根据地了 敌人进来的时候 就进入了迷魂镇 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 他们都搞不清楚 结果他们都是草木皆兵 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 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 他们也觉得有红军 要拿队伍去对付 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 结果呢 就遭到 我们的袭击 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 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 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 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 那样子摆开来打的 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 把他们打掉的 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 我们就困难了 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了 过草地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 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 又重新吃了苦头 兵没有补充吗 粮食没有吗 消息被封锁吗 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 他说的就是出到东北的时候 林总献献献说吧 他说这些同志们都知道 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 能够抗击几十倍 十倍八倍的敌人 可以一脱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 困难就多了 人家就敢向前冲 我们就怕有伤兵 一个伤兵就要几个人抬 士气就不忘 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 从军队的观点来说 是个大事 从全国来说 那更加是大事 这林彪跟这些军以上的部队军以上的干部 你看他推行之府 说的这些话多接地气 他是说军队要支援地方 那时候开始三支两军要开始了 那么林彪这也算是做动员 做动员就是军队要接受地方事务 应该怎么样做啊 他做了用历史做了这样的铺垫 接着林彪说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 搞军管 搞军训 支援工业 支援农业 支援左派 好多重大的任务 这种种任务 光荣是光荣 伟大是伟大 但是是新的任务 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 另一方面 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 任务是很新的 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 有些当然搞过啊 不同的程度啊 搞过 但是没有这样抽出军队去这样搞 至少17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 他确实没这么搞过 你说那 以前你是人民子弟兵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在前面打 人民在后支援这 你打的那就是 日本鬼子 国民党奖品军什么的 是不是 非常明确那就是敌人 那你就打就行了 是不是 老百姓后是支持了 现在不是 现在那个敌人都阵压完了都解放了 是不是 都打跑了 撵到台湾去了 是不是 然后 现在 就进入地方 群众工作 就是当年支援解放军打生仗的这个群众 结果分成了两派 你说 这个你怎么办吧 啊 你说人民子弟兵 你说你怎么办 所以这真是全新的任务 真没有搞过 没有搞过 你支持谁反对谁啊 你怎么办呢 林彪说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 积极的来承担这些任务 来完成任务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是新的 又是复杂的 所以搞得不好 那么就要犯错误 或者是犯右的错误 或者是犯左的错误 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 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 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 用了很多干部 17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 这个事情 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 有犯错误的可能啊 我们一方面要勇敢的执行任务 但是要非常谦虚 非常谦虚 要非常细心 这是林彪 把话拉回来 从历史拉到了今天 拉到了今天 1967年的时候 不对 面对了这个新的任务 林彪接着说 支援地方 总的方面 还是抓革命 促生产 不要只抓革命 不促生产了 把生产停顿下来 也不要只搞生产 把革命停顿下来 我们应该同时进行 而且应该以革命 来带头 来挂帅 来促进生产 在革命的期间 当然应该以革命 来带头 但是同时呢 我们不能不搞生产 所以这两个方面 趋一不可 但也不能等量齐观 革命期间 要抓住革命 就是将来 这个大运动 过去以后 也始终要由革命 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 这个 说得很好啊 革命和政治 来领导经济建设 你要紧紧就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后他妈的 把革命和政治 抛到一边去 不管黑猫白猫 那他妈 你就要走上邪路来 但不等于说 我们一到地方 就只搞革命 放松了生产 生产是不能放松的 生产放松了 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 会转过来破坏革命 因此我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 就重要性来说 要把革命 摆在第一位 可是就时间上来说 生产时间 应该占得多 很实际 讲的很实际 一般的说 生产的时间要更多 文化革命和生产 二者是统一的 但又是有差别的 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 左中右 要坚定不移的 站在左派这一边 这左呢 坚定不移的 站在左派这一边 而不能 站在右派那一边 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 要交代清楚 自己本身就应该是 很好的左派 你派一些右派分子 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 去搞 他一定 搞不出好事 一定不会 或者不懂 支持左派 所以要站稳立场 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阶级问题 要站稳阶级立场 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这样子 这样子的支援 就是好事 不然呢 可能帮倒马 那就危险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 不能有点含糊 但是 左派 中派 右派 有事搞不清 那时候我刚才说了 一回头了 现在要面对群众 群众 这个 至少分成了那么两派 对立的两派 甚至有的是左中右 是不是 三方面的群众都有 那你说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对待这样分化了的群众 怎么样分辨这个不同派别的群众 是不是 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左中右 有搞错了 本来想支持左派 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 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 就是要唯物论呢 要调查研究 搞清 要搞清 这林彪 湖北枪 要搞清 我们支持左派 支援地方 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 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 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 就是这么办 就要思想上的支持 毛主席思想 党中央的政策 从群众结合起来 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 自己的思想 群众自己懂得了 他们动起手来办 比我们包办代替 那就好多了 只要他们知道 这一套思想 这一套政策 没有我们去 或者我们走了 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 否则 你人在 这一套就在 你人走了 这一套也就走了 能够扎下根来的 还是思想 就你不能包办代替 你要让大家有力实践 在实践中去掌握这一套思想 那么你军队在 他搞得好 你军队不在 他照样可以独立到他搞好 是不是 所以呢 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 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 最根本的措施 我们在军队内部 固然要如此 到地方上 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 当做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这个林彪 这就符合林彪 五成年 末六成年 提出的 四个第一页这些东西 是不是 林彪接着说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 弄清情况以外 还要报告请示 碰到重大问题 要报告请示 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 当然是对的 这种想当然 自以为是 常常同党的口径 党的政策 差得埋怨 埋怨 埋怨 林总在这重要的事情又说了三遍 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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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是那么回事情 才不能那么办的 所以重大的问题 一定要向上级请示报告 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 现在军营机的同志 要办很多事 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下面呢 林总就要开始谈一些个具体的了 具体的了 那这个地方到军队 到了地方 三支两军 然后呢 怎么样 这个识别左派 识别右派 怎么样争取中间派 遇到了 群众中的坏恨子 应该怎么办 遇到了群众 之间的这种 甚至是冲突 怎么办 如果群众误解了军队 那误会了军队 甚至反 在军队 跟军队 成为了军队的对立面 甚至可能要冲击这个部队的话 那么应该怎么办 等等 一些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措施 那么 林总也都不愿意弃强了 通过她的泼泼嘴 错了一番交代 二十分钟 那么呢 我们明天 把林总的这个讲话 分享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